接著要上來一種題型叫做圖形比大小 就是畫一張圖 問你誰大誰小 方法 直切一刀或橫切一刀 為什麼 凡是要比較正在一樣的基礎上 直切一刀就是要凡是要比較正在一樣的基礎上 所以我們要直切一刀或橫切一刀 公式 低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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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這樣做圖形比大小 一個sy 叫做sy成什麼比 正比 叫做sy成正比 好 所以這個圖會成正比 一定是什麼什麼一樣 對不對 所以表示由某某東西是定值 所以sy會成正比 比如說這個三年級要學的 電阻式定值的時候 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條線 因為電阻是固定的 所以i跟v會成正比 比如說我現在要講的密度 就是因為密度一樣的時候 體積跟質量會成正比 所以這條就代表一個體積 這條就代表一個體積 對不起 講錯 這條就代表一個密度 因為密度一樣 所以體積跟質量會成正比 所以這條就代表一個密度 所以這有兩條線 這是兩個密度 一個密度一 一個密度二 密度一 成正比一條 密度二 成正比一條 那就問你 密度一大還是密度二大 老師說 直切一刀或橫切一刀 直切一刀 什麼意思啊 體積一樣 體積一樣 V 一樣 然後呢 一個質量大 一個質量小 體積一樣 一個質量大 一個東西多 一個東西少 誰站得比較緊啊 東西多的嘛 它的公式P等V分之N 你也知道V一樣 M大一又大 整正比 所以呢 質量越大 密度越大 這條誰大 D1比較大 D1比較大 我就知道密度是D1比較大 直切一刀 我也可以橫切一刀 橫切一刀誰一樣 質量一樣 質量一樣 橫切一刀表示質量一樣 大家都是M0 好 大家都是質量一樣 看 有一個體積小 一個體積多 同樣的東西 一個塞在小兒子 塞在大兒子 誰塞在比較緊 小兒子嘛 看公式 看公式 你的M一樣 D跟V 一個V乘反比嘛 V越小 D就越大 所以誰大 當然也是D1大 當然也是D1大 結果當然是一樣 D1比較大 OK 好 結果到D1大 所以我就橫切一刀 好 基本上你直切一刀也可以 橫切一刀也可以 少數情況 你會覺得直切一刀很難想 你把它改成橫切一刀就想 應該就很好想了 如果你直切一刀也很難想 橫切一刀也很難想 那會表示你觀念很爛 觀念很不清楚 你要好好重新試 好好好玩 重新好好學習 所以 你直切絕對不好想 改成橫切 橫切絕對不好想 改成直切 反正就是直切一刀 橫切一刀 凡是要比較 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你就去看 你就知道 誰應該大一點 誰應該小一點 就可以判斷出大小了 這就是我們用 圖形來比較大小的方法 好